今这个八月 忙碌 大风大浪 自我认知 就是有了新的自我认知和新的一些审视自己的东西吧 就好像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认识自己 我觉得是这个角色带给我的 也是这个作品带给我 也是这个八月这个时段 因为这些角色收到的这些关注和喜爱所带来的 同时我其实会问我自己 我现在我足够承担和承载这份喜爱吗 就小焦虑吧 也会有一些 《御龙》开播的第一天 然后我就在《苍蓝角》的现场 我拿出手机点开来看了看 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心态啊 心境上是有点小当的 但其实我很快就有调节过来了 当我看完过再去演东方心唱的时候 就会注意到很多之前自己可能想不到的 从一个第三视角去认知 去审视自己的角色以后 然后再去演新的角色的时候 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霸总 我谈不上喜欢吧 但是好像我是跟他挺有缘的 可能是因为外观 长相 我性格里面有一些霸道 或者是像的一些这种特质吧 我真不觉得自己是神牛 诶 哈喽 对 大家都那么觉得我也不知道 好像这样时间久了吧 大家这样觉得了吧 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是个神牛 剧组的第一天 或者是剧组订装读本的那一天 或者刚到现场的第一天 那种是微微有些射空 但我可能我自己调节的会比较快 我射空的那个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一定是有的 第一次是我从乐山去成都上学的时候 那是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离开家里面 那会儿才知道家里面有多香 那会儿其实就开始想家 或者是开始想父母 开始去理解 进入现在的工作环境 是一个比较大的剧烈的变化 就是觉得那会儿意义到自己长大了 就是现在是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 就不是小孩了 我觉得第一次有点像在出逃 第二次更像是就比较勇敢的迈出去那一步 去迎接挑战的那种感觉吧 我妈还跟我聊过 就是她也这么认为 她说自从我出去工作过后 当再回家的时候 她就感觉我完全是个大人 因为我妈总是很羡慕我 就可以飞来飞去 然后在各个城市工作 今天飞长沙 明天飞北京 后天飞上海 他就很羡慕 她在家待着的时间会比较多 我就让她交换一下 让她来体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她羡慕的生活 如果跟她交换 我也能回去歇一歇 打打麻将 虽然我不会打麻将 打打球 追追剧 就是歇一歇 那种生活一直都是挺好的 但是那种生活 不适用在我现在这个年纪 不适用在我这样的人吧 我觉得是 我都喜欢 我喜欢我自己全部 没有不喜欢 有些想法好像挺 挺贪心的吧 我觉得 就是我不能按着人家说 你来了解一下我的内心 我觉得就是 真正喜欢你的 或真正就是对你感兴趣的 他自己会去发现你的内心 去认识一个更深 更深的你 但是就是 这个东西不是我 要主动去要求别人来 就是去走进我的内心的 我是一个挺善良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人不坏啊 就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动力 或者带来一些这种坚持 首先我自己身份是一个演员嘛 我是透过作品让大家所看到的 然后在这个作品 我自己的呈现和我自己角色 想给大家传递的这种魅力 然后让大家所喜爱 这个是我最想看到的 如果是从我个人出发的话 我是觉得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带来一些能量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希望的事情 嘿 兄弟 很多采访问题问 就是你觉得你跟东方青仓的共同点是什么 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行动派的人 就是都是能动手的事情尽量别说话 我可太中二了 就很喜欢那种热血的东西 然后就是像动漫里面那些很纯粹的情感 直接的情感 和这种热血中二的那种 那种中二魂吧 好像是吧 从小就还照镜子 就是身边会有很多就是 夸这孩子上的真好啊 或者是这种声音 然后我自己会研究就 哦 好像是哦 哪儿好了 自己会研究哪儿好 哪儿好了 嗯 很多好 对啊 嗯 不会啊 还不满足 还要咋的呀 就如果夸好帅什么的 但他一定是看到了我其他那些东西的 瞬间快乐起来的方法 打球 和好朋友聚一聚 好像就这俩吧 我没有想得太复杂 我最理想的就是 在剧组踏踏实实拍戏 然后有持续的新的角色和新的作品 然后能够跟大家见面 能有播出 然后并且就是 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边的不如 这个也认为是最好的 就是个比较